想要成为打包侠的第二个 开箱子咯 进行使用 小卡打包适配度满分的银色紫粘袋 卡套放进去整一个颜丝和缝 银色就很高级啊 也没什么划痕 超酷的好吧 三种色系的哑光四风带 正反都一样 可以从后期 可以放小卡 糖果或者变签中 都可以 装饰一下就会很精致 接着呢 是四合风口贴 那种偏美式复古的感觉 动物水果为主体 还有文字类 是没有内切割的那种 规格13x18的银色猩猩包装袋 好色纸就不错 再搭配风口贴就很好看了 再来个丝带的话 就是锦上添花 可爱小熊打包色卡 软糊糊的穿的都是冬装 这简直就是为了出卡量身定做的 窗口刚好可以露出我露的美貌 一堆包装纸 先是两张酷酷的英文 材质是比较硬挺的牛皮纸 很高级 灰粉可以搭配白色丝带 黑粉的可以试试粉色 就非常因此好吧 有点薄的碎花雪梨纸 可以双层叠起来包 不不不透 搭配鱼尾纱 温柔的脸 黑白英文的稍小一点 虽然薄但不容易破 包这种小盒子刚刚好 黑白配色的多耐开啊 防针的彩色泡沫袋 还是可爱修狗滴 这种材料真的可以洗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耐 再也不怕色纸啥的压坏了刚刚好 质带粘贴条可方便 还送了狗狗封口贴 可贴席 压克力周边也可以放直方 下一个 漂亮的封口贴是买不完的 随机款式的100张就没有不好看 这家印刷的颜色还挺正 白色包装袋是最最基础的 十乘十七放四寸小卡也没问题 绵绵的手感摸着挺舒服 还有这种带卷边有一定厚度 小铁盒可以搞礼物的 就是冰箍像面包袋 没得 胖乎乎的超可爱 像小礼物 纯色的信封带 规格是12.5乘17.5 放点明信片啥的就很不错 其他配色也是OK的很常用 然后呢 是这个均价一毛的韩系卡头 十乘十的都有最压折痕 独大一个低成本提升卡包装袋 和前面的白色包装袋刚好足 卡卡装进谁看了不说一声 哇 哦 最后的最后 是爱心抽成包装袋 可以放点糖果小本子之类的小东西 扎个蝴蝶结超精致 饼干也可以像这样一出就好了 少女心满满 最后是两个面包袋 不是 透明客装 一套黄条贴纸 卷边还是方便多了 毕竟重复利用不影响颜值 这个果绿色背面还有小面包 厚度放卡色也是完全OK的 将精致贯彻到底 粉色好像更合适 放两本也没问题 大丰收一起成为精致的打包侠吧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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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